首先我们特别感谢有两对夫妇今天来和我们分享 他们分享就是大家的讲义影片25 大家可以拿出来跟着 他们分享完小组也可以来分享同样的题目 我左边有Winnie和Simon 右边有Amy和Ben 今天我们的课程开始我会来邀请你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关系如何开始 如何相识呢 相识的过程如何 喜欢对方什么呢 可能有些已经忘记了 希望我们积极地去思考 在关系里有什么美好的时刻 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呢 认为他们的关系有什么强度 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是什么呢 希望在这个课程学到什么有什么期待 或者在这边先吧 或者Winnie和三位分享一下 你们怎样相识的关系怎样开始 那我就读和尚学校的 所以就不太认识女仔 到毕业之后就在中环打工 那对面就很近一间叫康乐园大厦的 那有女青啊有名爱啊那些 那些社区中心搞活动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土风舞 那有女青啊就对了 那我约了一些男同事一起去 就是认识女仔啦 那去到真的有很多女仔啊 那也有很多很漂亮的 那其中有一个啊很漂亮啊 那她 那经常想看着她 一路跳 那很快就完结了 初班 那呢 就到中班 那我又不知道她是否肯参加 那一打电话给她 她说我未必得啊 没有空了 那很失望啊 那又再打 打了很多次电话 那她又真的来到 那一路追 那其实 当时那些土风舞的朋友呢 看到我 在那儿追着的女仔 她们在那儿帮忙 就是在那儿搬 搬我们 就是 做 男女朋友啦 那那 为什么她吸引我呢 就因为她很斯文的 穿衣呢 就不太夸张 很有爱心 很肯帮人 就是 看到其他人有些什么事呢 她很主动去帮 对钱呢 也都很不肯 就是很肯去帮人 就是 就算借钱 什么都 都肯 那我觉得 啊 好特别啊 这个女仔 那 就很想 那时候就祈祷了 如果神你给这个女仔我呢 我就 信基督教啦 哦 有重点 那个愿望就是成真 那 是啊 就是她当时 又漂亮啦 又斯文啦 哈哈 又随和啦 又不是很高度 知道我自己的短处 又矮 又不英俊 那她都肯和我做朋友 很开心 是啊 就是 好 麻烦一下 这些说话你之前有没有听过的 Simon 如何追求你 如何爱上你 你呀 你听过 哈哈 哈哈 那你听到有什么感觉 看到你在这里微笑 那里头有什么感觉 都挺甜的 她很少赞我 哦 哦 好的 那这些说话 都很想多些人去听 对吧 就是她喜欢你什么 原来 又漂亮又斯文 又省钱又爱人 哈哈 结婚之后就是恶梦 有些改变 当然啦 不过那时候 的确我是很喜欢跳舞 在那里就参加完初班之后 继续在那里跳舞 很享受 没有想过什么 但就不知道她欣赏我 也很感觉她很追求我 那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很关心我 很有人疼我 嗯 好像挺斯文 哈哈 哈哈 好似 哈哈 那 就是经过几年观察都可以 挺好的 嗯 所以就选上她了 嗯 嗯 OK 好 那这边了 那或者Amy和Ben可以分享 你们的关系如何开始 大家如何来到去认识呢 大家好 嗯 回想当初 那就是 因为当时 我就是 在一间很大的公司工作的 主要都是西人 和华人 只有两三个而已 一个是男 另一个也是男人 所以就 变成了跟她的接触比较多了 而且她是另一个部份 因为工作关系 我们经常有接触的 那么 变成了 我很多时候就会 叫她一起吃东西 或者自己买东西去 第一次请她吃东西 她一定会说 她一会就会说 她请什么去吃东西 她就会知道 那么 那么 就开始 对她当然会产生好感了 那么 当然她 因为她当时和现在都很漂亮 那么 那么 其实当时很多人 在背后都说 很喜欢去 那么 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因为她 就是多笑容 而且很主动 我自己是一个 就是 很目睹的一个人 那么 她有一次叫我去 帮她搬车胎 那么 帮她搬车胎 就是 搬东西去她的车里 那么坐一辆车里 整程 我就不会说话 我就是 就是 就是 Yes No 但是很傻 那么 那么 就是 就是 我是这样的人 她都不会介意我这些 那么独毒 就是 又不幽默 又没什么笑容 那些人 记得跟她时爱 那天都搞得 好像 就是 她就做Date Night Shift 我就 从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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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工之后 一起吃东西 然后去 搞了很久 那才得手,令我凌晨5点 我早上7点、8点就要上班了 过程是这样的,其实找起来也很紧张和愉快 因为有一次记得他不记得没有上班 我又找不到他,他又没有召唤我 很紧张,不停找他,心就很担心 四围撲,也找不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我就知道什么事 当时那种心情是很着弱和很开心的 那种经历 Amy刚才知不知道她如何爱上你 刚才她说有一天没有上班,她完全没有跟我提过 我不知道她那么紧张我 现在知道她那么紧张,你现在如何呢 很开心 我认识了Ben十八年,我们在公司认识的 那间公司很大,我回到夜市 5点才开工,开到12点 Ben就是9点开工的 那她就在工程中,在工程中的工程中 那我本身是一个很小的职员 那我个人比较贵的 那我就几个月之后,就升职 做主管 接着就升了去管理 当时我看到Ben 因为我们公司只有三个是中国人 其他全部都是外国人 当时我对Ben的印象很好 因为我觉得他很帮助 因为我很多事情都要找人帮忙 我电脑就不太聪明 他就很聪明 他跟他聊天 觉得他任何人都会 天难地不都会 他觉得这个人很聪明 他很老实 他永远都不会说不 如果我叫他帮我做事 他永远都不会说不 另外 他第一次邀请我吃东西 就是老婆饼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思 当时他乘家衣走过来 你肚不肚饿 我当时 因为我个人是 工作是很 工作狂那类 很多时候都忘了吃东西 所以他经常 由早上9点 等到我下班 差不多是晚上9点 10点才下班 所以令到他 令到我觉得 这个人对我真的很好 还有 这么长的时间 都在公司陪我 好 好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 医外关系里头 大家有没有一些独特 你认为一些美好的回忆 最开心一起的时间 是什么呢 可以分享一下 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当时我要做铸地盘 在屯门新市镇 有一间公司 我们是政府那边的那些人 就要看着那些机器 不要被人搬走 要在那里 睡觉 在地盘 其实很有空 开车到处看看 听机器没有被人搬走 就行了 那 因为都很闷 就是这样 马各因 所以扭他 进来吧 我们那里有很多个房 就是ARE每天有一个房 那 扭他进去 屯门那里 都相当远的 那时候 屯门公路也刚刚建 就是 跟他进去 就过了一些美好的时间 就是周围去吃东西 那时候 就是 就是印象很深 OK Winnie知道吗 那段时间 给Simon这么深的印象 是吗 她的感受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很开心 是的 那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她的人 都很风趣 OK 那边呢 Ben和Amy 有没有特别美好的回忆 跟我们分享 大致美好的回忆 主要是去旅行 那些 因为我们很喜欢旅行 其实我们 这十几年 都是 一起工作 在工作上 很多磨擦 大家的做事的方式 也不同 而且 工作的时候 也不太想 太公开我们的关系 变了 那个 连结就不太强 很多时候去旅行的时间 我们变了会 多一些亲密的 接触 以及 会将生活上 和工作上的压力 拋开了 通常去旅行的时间 就特别是会 我的感觉是很舒服 很温馨 那样 就不会说 为了很多工作的尝试 就带回家 有这么大磨擦 有一次去日本 我们经常去旅行的 其实很多经历 很多笑话 但是主要就是 我很喜欢牽着她的手 在街上逛 走了很久 因为我们在酒店 走一个 underground channel 才去到车站 走很远 大家都覺得當時很舒服 想起後,心裡很溫暖 Amy 有沒有補充? 見Ben說你在笑,好像很開心 想起當時的情境 感覺是想起當時一起 最開心的是甚麼? 大多數是去旅行的時間 可以一起嗎? 是的 可以享受對方 好 最後,請大家分享 參加的課程,大家有沒有期望? Winnie和Simon已經第四年了 是 你做新的歌手,你已經去年在這裡 有甚麼期望?想學些甚麼? 今期是我第三期 我去年就開始參加 是經過其中一個組長叫Michelle 其實我很開心 我有這樣的機會來到這個過程 首先,我很感謝王醫生 真的幫到我很大 很大 我希望趁這個時間 跟各位兄弟姐妹說一聲 這個難得的機會 真的很好把握 因為是你自己 既然你抽時間過來聽這個課程 我希望你真的一定要投入 如果你不投入 你只可以聽到 或者是兩成 或者是三成 或者是五成 那個是你自己 既然你自己 可以抽時間過來 尤其現在冰天雪地 你都可以 真的來到的話 關掉你的電話 不要去洗手間 但是這幾個 其實都不是很多時間 只是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 每一分、每一秒 盡量去把握 例如我每一年的冬天 我一定回香港 見我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 在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現在還有Bang 是我兩個人 我沒有親戚在這裡 所以冬天 我一定要回香港 見我爸爸媽媽 好像今期 其實我預約了12日 就回香港 這期我只可以上到三堂 但是我三堂 我都堅持一定要回 因為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一個很寶貴的時間 而且一定要做功課 如果你不做功課 真的浪費了你自己的時間 我很難得有黃醫生 這麼好心地來幫我們 我希望我們盡量去吸收 以及當你吸收之後 幫助你身邊的朋友 好像我現在 我姐姐 有一個困難 就是她和我姐夫 那個關係 是很僵 很僵 很僵 我在這個課 我學到 在這個過程 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當初是一個人來 第二個課程 也是我一個人來 今期 我很難得 Ben跟我一起來 她上了幾課 她已經改了很多 所以你見我經常笑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形容 我內心的喜悅 我覺得真的很難得 我希望你學了幫你自己 不僅僅是可以幫你的親戚朋友 好像我現在回香港 我帶了一些DVD CD 還有所有的Blinder 我一定帶回去 我會坐下來和我姐姐 和我姐夫 希望可以幫到他們 人生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想回我以前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積極的人 我每逢做任何事 一定要做到最好 我以前讀書 我睜眼睡 我用圓規 刺自己的手指 我要自己去讀好書 考試考得很好 所以變成了我一向的成績都不錯 我做事也是 我每逢做事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以我很短的時期 我不斷升職 我經歷過的事 例如事業 我可以去到很高峰 財政方面 我又可以這樣說 都不錯 但是我回想來 其實最寶貴就是 love your family your health 最重要 你自己一定要身體健康 如果你沒有健康 你召顧不到你自己的 身邊的人 或者是你兄弟姊妹 或者是你父母 第二就是 你身邊是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看到 Ben肯來 幫我一起做功課 我很開心 我可能講太多了 不要緊 Ben呢 可以和阿春香 有些什麼期待 對課程期待 其實 你已經拚了來了 其實是我自願的 因為他上完一堂 上完一期之後 我們的關係絕對更加昇華了 主要他很多方面 有一定的改善 很明顯 因為他比較性急 我自己就比較性慢 但是他的改善很大 我感覺到他是 以那個家庭為一個 一組 變成做事 會考慮了我的感受 還有 家裡會多了湯水 平時每天出去吃東西 每天三餐都是出去吃的 這麼多年 自從他上課之後 就真的一個星期都有 差不多五天都有下午 好像現在早上都是 以前吃早餐都是出去吃的 現在每天都是 自己很健康的早餐 講回課程的期望 就是希望多些人可以去做功課 因為我覺得功課裡面 可以認識多些自己內心的 深層的感受 因為很多時候 我自己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會有這樣的行為 或者這樣的反應 有時候有些情況 做了功課之後 會反映自己內心的世界 其實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 當然 也要看回對方 為什麼會這樣反應 然後對大家的關係 會更加好 還有 對大家的情緒的控制 EQ真的好很多 謝謝Ben 所以很好 原來課程可以帶給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幸福 剛才聽Ben說 第一期他沒有泥足 但已經變成一個幸福的男人 這邊 Winnie和Simon分享一下你們有什麼期待 我們很羨慕Ben和Amy 我們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進步就很慢 我們來了四年 不過都覺得是有改變的 以前 我們冷戰 他逃避 我攻擊 或者我也逃避 是會以月計 半年 幾個月 上了這些課程之後 漸漸 冷戰期 就短了 不是月計 是星期 或者日 那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 挺大的進步 因為我們自己 經過黃醫生的輔導 做功課 小組的討論 小組的支援 是很重要的 從聖經的理論 科學的理論 有很多認知 知道自己成長的創傷 以及配偶的創傷 理解到大家的創傷之後 知道那個原因 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感 那個突發的情感 是怎麼變得這麼厲害 或者為什麼這麼少的事情 會引發這麼多的事情 會理解之後 又學到 positive thinking 即是正面地去想 想好的事情 或者 活在當下 和學到 那些不好的事情 好像浮運一樣 會過的 我們學到這些事情 就變成了一些正面的思想 想好的事情 漸漸 即是那個互動 就會不會這麼負面 所以那個冷戰期 就短了很多 所以 鼓勵大家 不要放棄 每次經黃醫生的 訓練之後 我們都很辛苦 回去 就開始有冷戰 會有很多感情 情緒爆發出來 但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醫療 即是把我們這些事 抒發出來 去反省 去反思 然後去學習 這是一個經歷 一個過程 希望大家都努力 互相鼓勵 Winnie呢 有甚麼補充 你有甚麼期待 參加這個課程 初初參加的時候 關係其實都很惡劣 但也不知為何 都覺得挺好的 課程一直到現在 當然她很努力 做功課也好 或者平時的努力行為 都是很好 所以她進步很多 我來說 比較難一點 就是我有這個情緒的困擾 很容易 情緒一出來 我就會退縮 所以我的進步是很慢 而且都很崎嶇 當然 當然 上了幾年 她人沒有那麼困擾 鬆了很多 是接受的 接受她的好意 她的改變 所以繼續 她又繼續努力 我又繼續努力 因為我有些事情困擾 所以我有些困擾 如果我再積極努力 做功課 或者真的說 她不敢說的話 或者我不敢說的話 會更加的好 謝謝 OK 好 我們今天特別多謝 Amy Ben Winnie Simon 希望待會大家 可以有這個分享 你關係是怎樣開始的 通常開始一定是個美好的開始 跟當中有什麼吸引你 喜歡對方什麼 關於你有沒有一些獨特的時刻 一些美好的回憶 大家可以來到 不妨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對課程的期待 好 多謝大家